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要来谈愣眼镜的修正 这个修正就是随我们的发心 他会有所证明 有所结果 佛法讲这个世间就是有因有果 那什么因就会赶得什么果 这里谈的是清净的因 所以呢 谁所发行就会成就圣的果 叫做安利圣位 那十回相当中呢 我们已经学习到第六 随顺平等善根回相 那什么叫做随顺平等善根回相呢 于同佛地 地中各个生清净因 依因发挥取涅槃道 明随顺平等善根回相 那因为呢 在前面啊 菩萨他的修行的智慧 已经开启了内在的宝藏 那他就像佛一样具有圆满的智慧 那既然如此呢 那这个智慧啊 就可以好好的来运用 那怎么用呢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这样 在佛地的这种智慧心当中呢 各个生清净因 依着清净的发心啊 就可以达到清净的结果 所以依因发挥取涅槃道 那发挥这两个字啊 就是我们真的好好的发挥 发挥你的实力 发挥你的智慧 发挥你的慈悲 那这个要在哪个地方可以展现呢 那就是叫做随顺嘛 随顺什么 这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这个愿心也不一样 所以要随缘 那随缘要好好的发挥自己的心 那最终呢 你就会看到自己最圆满的表现 所以这叫做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在华言经里就介绍 我们要怎么样来修这个随顺平等善根回向 这里谈到菩萨摩赫萨他或者成为当地的大王 那这个大王呢 是具足一切的威德 那也有很大的智慧 那这时候呢 这个大王啊 他就会愿意啊 来做更大的发心 所以菩萨摩赫萨有如此的功德的时候 那他就来怎样 具足发心的因缘 他就要怎样 随缘 随缘他接下来就举例 举很多很多的不实的例子 或是饮食 或是上位 或是车肾 或是衣服 这是一般的衣食住行 的确生活之所需啊 菩萨都能够来做布施 那还有呢 还有什么 那还有一种比较难的 就是地位的布施 或有来起王所处作 若散若干 传帆宝物 朱庄严聚 顶上宝观 祭中明珠 乃至王位 皆无所令 哎呀 那你说我是王 那人家来跟你要求什么 因为我很多嘛 你要多少钱 我有的是钱 你要饮食 我可以 请你是好吃的 这些都没有问题啊 只要我有的愿意 可是呢 如果这个只有一个呢 譬如说王的座位 什么座位 就是当王这件事情 我没有做过王 你要不要把这个王位给我来做做看 那国王会怎么想 如果我给你的 那我做什么 我做你的奴隶啊 我就不是王的 他只有一个宝座啊 那你愿不愿意让座于人呢 结果呢 菩萨他说 太好了 王位啊 他也不会令习哦 你如果要做 那可以哦 他是怀着善心 不是怀着恶心 所以你来试试看啊 看你会不会跌倒 没有 他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诚心 连位子都可以让出来 若见众生在牢狱中 舍诸财宝 妻子眷属 乃至以身旧笔令托 若见欲求将欲被录 即使以身 就是舍掉了自己的身 以待其命 就我可以帮他死 我可以帮他被关 我可以呢 带众生啊 在牢狱当中 他可以把他交换出来 那如果要被杀了呢 那我来代替他 这是菩萨的胸怀哦 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 随顺者缘分啊 可以随缘到这么的缘 一般人呢 遇到的这种状况 必之唯恐不及啊 一旦呢 你这落难啊 你会发现你身边呢 都没有朋友 所以啊 这菩萨真的是不简单 乃至于呢 那我们布施丸的这个身份啊 地位啊 布施丸财物啊 宝贝啊 那这个恐怕已经算是极限了 结果现在不得了了 或见来起 连肤顶法 欢喜施与 亦无所令啊 连头发 而且这个头发不是剃下来的头发 是连着皮肤的头发 也能够怎样 欢喜的布施 再来 眼耳鼻舌及牙齿 头顶手足 血肉骨髓 心肾肝肺 大肠小肠 厚皮薄皮 手足朱脂 连肉爪甲 那如果有人来跟你 要你的身体啊 这个是要怎样 器官捐赠了 那菩萨呢 面对这种事情呢 以欢喜心 进阶 施与 这个王啊 实在是太仁慈了 不但是钱通通可以布施 财宝也可以布施 王位也可以布施 那再来 如果是要被关 他也愿意 被杀 他也愿意 乃至于 连身体的所有一切可用之物 他都没有问题 没有觉得说 我现在如果舍了 那我自己留下什么 没有 而且还很欢喜 他觉得有人喜欢他的身体 非常非常欢喜 那或者是呢 这个是财布施 或者是什么 或为求请未曾有法 投身而下 生大火坑 为了求法 现在我们求法 可以吹冷气 可以按暂停 然后可以泡一杯茶 还可以这样子爱听不听 那有佛法可以听 我很喜欢 但是呢 如果没有佛法 那菩萨要去求这个佛法 必须要以投身入火坑的代价 才有办法请得到佛法 那他愿不愿意呢 他当然是愿意的 或者是为了护持如来正法 一生忍受一切苦毒 我们知道呢 这个如来的佛法 很多时候呢 会遇到一种浩劫 就有人会蓄意想要破坏佛法 那这时候你为了要保持 保护这个佛法 那你能不能够用自己的生命去忍受这一些的苦难 而维护的正法呢 或为求法 乃至一致 习能辩舍四海之内一切所有 为了要求法 你能不能够忍受这个痛苦 为了要护法 你能不能够忍受这个痛苦呢 这是菩萨都是跟一般人 不一样的地方 而一般人呢 一点点呢 只要违背了自己的舒服 违背自己的欢喜啊 他马上呢 就陷入苦恼 那菩萨呢 这么的困难 这么的痛苦 他依然能够坚持 到底是为了什么 菩萨摩赫萨 谁所失误啊 无量无边 以比善根 如是回向 他怎么回向 为什么要这样回向呢 所谓呢 举例 我们就开始一一的举例啊 所谓以上妙时 失众生时啊 其心清净于所失误 无贪无浊 无所另惜 俱行不失 那我们现在啊 我要来布施这个好吃的食物给大众 这时候他是什么心呢 他不是贪着 一般我们看到好吃的 就要先留着自己吃 那但是呢 他不是喔 他看到众生啊 他就把最好的饮食 布施给众生 他的心没有说 我要留一点点给自己 吃不下的再给别人 没有 他是具足行尸 全部没有 保持自己的一份 都没有喔 没有贪 没有浊喔 然后他发愿 很诚恳 很真实的发愿 愿一切众生得智慧食 心无障碍 这不是饮食啊 你如何把这个普通的食物 你不管再怎么美好 他依然是生灭的喔 你再怎么好吃 山珍海味 你吃下肚子之后呢 过几个小时 他就惨不忍睹了喔 那如果你吃了之后 马上肚出来 也是惨不忍睹 那既然是如此表示 这个饮食并不是上妙之食啊 他是普通 而且生灭的一个有违之法 那怎么样透过这个布施有漏 有违之法 来转化成 无为转化成最高的智慧 这个就要透过这一次的这个回向 回向呢 就是把这个 上妙饮食 那把它转化成智慧之食 愿一切众生得智慧食 心无障碍 了知识性 无所贪拙 但乐法喜处离之食 智慧充满 以法兼助 摄取善根 法生至生 清静游行 哀明众生 为座福田 献授团食 是为菩萨摩赫萨 行布施食 善根回向 那布施食物啊 原来可以这么做 我们每天呢 也都在吃饭 那吃饭呢 好像也不知道 自己有没有功德 这样自己好像都是在为自己而已啊 那我要怎么办呢 就是佛法里面呢 就教我们要先行供养 你就先合掌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一切众生 那你这个供养啊 就等于 其实最后啊 你的食物还是吃到你肚子里哦 但是因为你先供养的 所以就等于呢 已经布施了 布施给一切的 佛 法 生 还有一切众生 那这时候呢 透过这样子的供养呢 就会转换 把这个食物啊 变成什么 智慧之食 因为你知道了 这个食物是供养出去的啦 所以你不是用贪心来吃这个饭 你是用正念来吃这个饭 而且法喜充满 哦 原来吃一顿饭有功德 我还可以上供十方佛 中奉诸圣贤下集六道品 所以就很法喜啊 你用一个不执着的心来吃这顿饭 你变成智慧之食 好 智慧充满了之后呢 还可以怎样 不断的去摄取更多的善根 来成就自己的功德身 所以呢 菩萨他就会做这样子的转换 佛陀这时代呢 教大家出去托波起食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 哎 明明他们是阿罗汉 已经不贪了 甚至于呢 会不会饿呢 可能不会饿了 已经是自在了 因为他们就是什么 禅月为食啊 法喜充满 那明明就禅定 已经是禅月为食啦 不用再吃饭了 那为什么还要去托波呢 佛陀这么厉害 他还要吃饭啦 那这个就是会产生怀疑 佛陀说啊 他其实啊 去吃这个饭 不是真的因为肚子饿 或者因为喜欢吃那一家的面 不是哦 他是什么 清净游行 哀鸣众生为作福田 他必须要有一个理由跟借口 让众生有机会供养佛陀啊 佛陀呢 是一个福田嘛 那大众呢 供佛 他的这个心啊 就会执福 就会赔福 所以呢 他为了要让众生呢 哎呀 我真的啊 有时候有的人是这样啊 师傅 我能够帮忙做什么 哎没有耶 那你可不可以煮一碗面 可以啊 所以在那个三年前啊 师傅去 因为他见道场啊 所以呢 就跟一个这个董事长见面 他是卖这个 哎 那个叫做浴室的用品啊 那这个董事长呢 以前啊 是跟师傅的师傅啊 这个老和尚 我也觉得老和尚呢 是有很深的因缘跟情谊啊 他说呢 师傅每一次啊 到高雄 就一定会到他家 那他能做什么呢 哎 他都没有办法做什么 因为他很忙啊 然后师傅好像也没有需要什么 每一次呢 师傅啊 都说 哎呀 我现在呢 很晚了 八点 九点 十点 到你家呢 那你可不可以请你的夫人 煮一碗面 简单的面 就来这个冲冲鸡 这样 那就这样子 常常呢 就是半夜啊 师傅忙完了 就到他家 让他的夫人呢 去煮这碗面来供养 那难道师傅是爱吃他夫人的那个面吗 这个面也没有多了不起的面啊 也不是山珍海味啊 但是呢 因为他的夫妻两个啊 非常非常的恭敬 所以呢 很用心的在供养师傅啊 那师傅啊 在外面呢 这个常常很多人 去请他去吃饭啊 都是这个大餐厅啊 多么的高级的料理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特地跑到他家 去吃这一碗清汤面呢 那其实啊 这是一个机会 什么机会 让众生呢 有机会 来供养到大和尚啊 所以啊 佛陀也是如此的 佛陀就这样教我们啊 清净游行 哀敏众生 为座福田 献寿团食啊 这团食啊 就是 就平常我们吃饭是不是 一口一口一口的吃嘛 那就是这个一团一团啊 就是抓成一个小段小段的来吃 那这个就是啊 菩萨在接受供养的时候啊 食物啊 对他来讲是一个修行 藉由饮食来转换成为智慧的资粮 所以呢 这里佛陀就教我们啊 这样子的修行啊 就是不施食物的时候呢 这样子的回向 你看 哦 原来有这么复杂 有这么殊胜的意义啊 简单来说 我们每天就是一样照三餐在吃饭 但是呢 吃饭又可以顺便回向 那是不是就是 哦 完全呢 都是不一样的意义 那每天吃饭啊 它就产生不一样的力量 一年啊 365天 这样子吃下来不得了的 你的智慧啊 就不会白白的 每天吃增加的是体重而已哦 而且还可以增加你的智慧啊 所以呢 这就是要学习哦 懂得回向啊 就可以啊 随顺这个因缘 而修一切的山根啊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顾吉祥 弟子妮妮 首先 弟子要感恩师父们 还有师兄们通过这个slido的考题 那妮妮也借此加强了自己对任缘经的义礼 那回顾这一年半呢 在宝云学习的过程 自己在各个方面真的进步了不少 那过去其实人生也不懂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也不知道生命的实相 从不知道如何发菩提心到如何发菩提心发愿 从迷茫的人生然后转到菩提道上 那转到菩提道上后呢 发觉到自己的月像也随着月立而转变了 那弟子在发愿当中 一些因缘协助帮助的人 他们在转化的时候 同时心灵得到解脱的时候 其实弟子也是同时得到感相应的解脱 自己也是会产生清理的作用 那心里的力量越来越大了 那智慧同时也在增长 自己在观念方面的转变时候 内在的生命和外在的生命同时是相应的 是一致同时具足的 那自己在这一条修行的路上 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无体 无缘大持同体大悲 那弟子在回向的时候 回向给一切众生 其实也同时回向给自己自信的护法神 那感恩他们一直都是在护持着灵医 那感恩这条路上一直有非常好的师父们 一直在引导弟子也感恩师兄们 一直在教导弟子如何做知识感恩 以上是简单分享阿弥陀佛 请师父慈悲开示 谢谢妮妮 我们不小心已经一年半了 那的确不简单 我们从一开始第一集到现在五百多集 有很多居士很多菩萨是每一集都没有落掉 就是全情 那我们到一千集的时候 会有一个总回向 这一千集就代表我们这一千个小时 都没有停止的在发菩提心 那当然不是为了得到那个奖项 其实你自己在这一段时间以来 你就会看到自己的进步 当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有进步 你对自己成佛这件事情 所产生的信心跟力量 是完全是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是没办法想象的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到最后 可以提升到什么程度 但是呢 既然有缘 我们又有这个机会 去做这样子的努力跟这样修行 那这个形成这种团队啊 其实对师父来讲 师父也进步很多 也收获很多 尤其是看到这么多的菩萨 其实是很愿意发心 愿意修行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表示什么 这佛法是真的是可以给大众带来很大的利益 那如果我们不去试试看 我们永远不知道效果如何 所以也希望呢 藉由妮妮的分享 我们有更多更多的妮妮 有更多更多的菩萨 愿意来一起发挥更大的效果 到最终呢 所有的人呢 你看到这个地方 叫地中各个生清净因 所以每一个人呢 如果都能够有这种智慧 每一个人都在回向 那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发起 一种清净的因 依因发挥 就真的可以同振 极乐果同振捏盘 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的共同的愿心 那我们就一起来努力 好 谢谢妮妮的分享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师父 各位师兄好 我是华慧 师父 我看到大家这样子回向 觉得说 大家都很像佛一样 那我有两个问题要请教师父 一个说 随顺平等 善根回向 像我们做完工会 我们也会回向 我们也是回向世界和平 众生无灾难 像乌克兰战争 或是那个什么 以色列这些战争 我们都会 就是很自然的就回向说 希望战争消除 就 不是说随便回向 也是很真心的 但是 如果对于我们 认识的 有一些很坏的亲戚 有朋友 听到他生病的时候 也想说 帮他回向 就回向说 希望他 病障消除 赶快恢复健康 可是就觉得 好像回向 有点心虚 好像 自己 没有那么真诚 我要怎么样 能够做到 这个平等 就是 毫无缘由的 这样的回向 请师父指导 第二个就是说 师父说 我们吃饭的时候 要供养活 供养活 供养生 我每天 我每天中午煮饭的时候 我都有煮四个素菜 我要吃饭之前 我都会先供活 所以我每天 十一点半的时候 都会先供活 供完以后 再等家人吃饭 那 这样子 我这个 这个 这个饭菜已经供过活了 我还要再供养吗 请师父慈悲开始 先回答供养的部分 这个供佛就是 供过了就可以了 就是供养佛 供养佛 那你自己要再多供养一下 也可以啊 这是没有差别 不是说佛吃掉了 你就不能吃 不是这样子 那就是一个发心 我们希望能够 能够由一切的大众 都能够同样 就得到诸佛菩萨的法食啊 那这是 你多供养也没关系 但是呢 如果我们是用吃剩下的 是喜福的 那你有时候呢 是为了那个恭敬心感 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好意思 所以可以布施给众生 但是如果要供佛的话呢 尽量用最新的或者是新鲜的 或者是很用心的 这种方式来供养佛 那这是原则 他不一定是一定规定要这样子 就是佛不可以吃这个 不可以吃那个 因为有很多人会 有一种禁忌感 拜过祖先的 这个不可以给师父吃 不可以给活人吃 因为这样子就是不好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好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 你只是觉得他不好 可是有的人呢 你去供养祖先 结果呢 你就把这个饭菜统统都丢掉 那就又是另外一种浪费 那浪费也是不好啊 所以你自己就要去衡量这个状况 你是什么心 然后你要怎么去圆满这样子的恭敬心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回向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 那如果你的心有挂碍 那个某某人 你想到呢 就会心里面起一个恶念 那你就先不要供养子民道性 因为子民道性 会影响我们的平等心 然后甚至于呢 会引起自己的障碍心 那你修行呢 其实我们自己啊 就是要越来越慈悲 没有挂碍 那如果你发现 我没有办法回向给那个 对我不好 而且又说我很多坏话的人 那你先回向给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里面就有包括 认识的不认识的 缘跟亲 最重要的是你要愿意回向 那至于说每一个人的缘分 善缘还是恶缘 其实啊没有缘 他不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那我愿意去回向 其实很不错 有的人是连想都不想想 也连起那个念头 他没有起诅咒的念头就不错了 还回向的 有回向 总是呢 自己已经开始在转化 彼此之间的缘分 那回向呢 就要回向给他 让他能够直欲善有 要把这个偏见邪见舍离 要离苦得乐业障消除 这业障不是只有生病这件事情 他还有邪见 就是业障就不知道 真正对他好的是谁 就把这个贵人都把他排除掉 然后都喜欢亲近小人 听到一些有的没的 产生错误的之见 那这个就是一种业障 为什么你总是听到不好的 然后都会想歪呢 就是这个智慧不够 所以要回向 让大众智慧升起 才能够有正确的信仰 慢慢的这个信念 乃至于实际上的因缘都会在变化 最后就会 就看到你自己努力发心之后 你的心就越来越圆满 最终其实还是自己的发心 尽量能够做到善而不要一直都是在恶的方向 那当然这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努力 但是要有信心 有发心就有效 那这样子呢 你就会看到一段时间以来 你就会有一些进步 是这样子 好 以上 产生事物